将这一记心咒 在你的心经持诵结束之后 那么你就跟宇宙的十大菩萨连接上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经讲咒 今天的心经讲咒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心经里面的大神咒 众多的邪者都认为 心经的大神咒就是 这地 这地 波罗 这地 波罗 生这地 不是的 真正的大神咒是当年四伙 将心经传给了贤隆大帝的时候 心咒是 但是要用这一个大神咒 必须你要修的能量是 罗汉天以上的能量 一般的邪者用这一个神咒 没有办法招引宇宙光能量的加持 因此我们所用的座是 摩克波罗波罗蜜多 这代表着宇宙的十大菩萨 大致如来包括九宫 我们统称为宇宙高能量的十大菩萨 有个神咒最重要 就是 将这一记心咒在你的心经持诵结束之后 这地 这地 波罗 这地 波罗 生这地 菩提收婆喝 摩克波罗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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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呼完 加上三生文珠 那么你就完整跟宇宙的十大菩萨连接上 这样的宇宙光能器的大菩萨 就投射下来光束 加持于修行者 加持于你 此时你要记得 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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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摩尼佛就是持修部的大罗萨 你念佛一生应一生呼叫你的天 就是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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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你呼叫你的天的时候 你的天跟你列结转世的万言 还有大罗萨尼 他们就像长城上的风火台 一台接着一台 狼烟滚滚应天来 这个时候修行者能够跟大罗萨尼 大飞天佛联系上 你将来回天才有希望 也就是有人接引你走了 此时最重要的正是 其中人最多是 行阳江上列 万里东风 国破山河若造红 现在的时系 2023年的7月3号 最重要的就是 西王圣母开轰的连山鼓洞 神勇的大飞天 护出天地 楼地部也由地府 明海直接迁到 翼龙雪山 而由大殿 统领着青坛跟雪山 因此我们必须要天天持诵 大殿守注解的心经 而这个大殿注解的心经 正是由庙行大和尚加以解释 让我们学者能够完全地了解 整个心经的来龙气脉 因此年岁大了 或者命运逼迫你走上修行之路的人 天天都要持诵心经 持诵的时间点 都依照个人自己跟你的保护神 跟你的天所约定的时间 去打坐 瑜伽坐 持诵心经 你能持诵一段是一段 整个念完 切记最后的呼喊三声 就是心经的大神咒 而这十大菩萨的光能 善就是西洋人念西洋圣母 他以南生下世 东方人念观音 生是大士至菩萨 西洋女神 雅典娜 妇仇女神 战神 这是西方的总代表 文 是文殊菩萨 大入如来 何王 金毛狮子王 朱 朱王圣母 金刚至菩萨 又称海神 霞 小名叫水珠 小名叫水珠是七仙女圣母 西王圣母 镇守昆仑神 称狮子香菩萨 清阿众菩萨 清凉圣母 是总教头 又是大财神 连九天 玄女 东阳女王 相守菩萨 自由女神 大黑天 克里希纳 百守贤女 正是这宇宙高能量期的 佛菩萨 他们十道光 普照大地 现在西王圣母 将通手在连山鼓动的 波斯大罗萨女 全部开洪 他们将在茫茫人海之中 行觅他的人身 最细铺马 因此 东阳女王 当年在天界的时候 率领天龙金 攻下印度西藏 在这两地 是贤隆的大罗萨尼战团的精锐 九宫不下 东阳金损失惨重 待攻下这两地之后 想东进回兵北上 这个时候 西洋的兵重 已经从昆仑打到东海 贤隆所率领的大罗萨女 跟贤娘率领的天龙金 相遇 但贤隆贤女早已定分 两人一见 没几句话 贤隆与贤女合兵 因此今天 所有的天龙金 跟大罗萨女之间 都有着因缘的存在 连山鼓动的大罗萨女 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 寻找他的最细符码 就是天龙金 当然 施活说人生难得 S说 有人生得天独厚 因此我们录制新京 就是要帮这些大罗萨女 行密人生跟最细符码 谢谢